哎 兄弟 给我找一下你们酒店的大厨 咋的啥意思 我不像啊 不是 给我找个老师傅 这是我们酒店啊 最老的师傅了 把这个鸡蛋给我做到锅他双鲜 啥叫锅他双鲜啊 这可是一道老菜 以前我小时候跟我爸经常吃 但是现在缺好多酒店都不给做 听说你们这厨师挺嫩 还行啊 他们都买水 就我最嫩 刘哥 八年的老菜 锅他双鲜可别操作一下 你刚才不挺嫩吗 还找刘哥干啥呀 我姐夫师傅走过 我给死死吧 锅他式卤菜独有的烹调方式 在天津 锅他双鲜 锅他里肌发扬光大 十颗鸡蛋在两个盆中将其打散 再将五个虾仕片开放入其中一盆鸡蛋当中 此时老刘又拿了一块里肌 剔除了鸡膜切成薄片放入盆中 借着咱们给里肌抓将少许盐 马头底部少许生抽上色提鲜 倒上一股蛋液 抓拌均匀 之后再凉上一把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然后封上撒拉油 五七哈达烧 OK 肯定 前期准备工作都有继续 二蛋激情解说 我俩看 现在进入门国际之后 几锅烧油 油温散身热的时候将肉票下锅 手勺提前沾上凉水然后将肉票打散 从肉票变得滑嫩的时候即可倒入肉烧控油备用 难怪别的酒店不愿意给这个小伙子做这道菜 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操作过于复杂 年轻厨师根本就没听说过这道菜 然后锅下少许底油油热将打油 下热的鸡蛋倒入锅中 二蛋虽然很年轻 但是这道老菜也略有耳闻 这道菜的出品必须又大又圆还不能露馅 那么刘师傅的操作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呢 咱们拭目以待 下热的鸡蛋倒入肉烧备用 然后锅下底油下入葱花蒜片 开小火将葱蒜爆香 然后鸡蛋直接下锅 下入少许生抽提前上色 这道菜的操作才刚刚开始 高潮还在后面 开中国将锅中的双鲜炒出锅气 老菜呢一般调料都很简单 正如这道菜只放了盐和生抽 双鲜和鸡蛋炒香之后 倒入肉烧备用 然后再次的简单清理锅具 烘干锅具表面之后热锅下入冷油 油温刚刚上来之后 倒入另一盆蛋液的二分之一 咱们刚刚说过啊 这道菜的出品必须又大一圆 用蛋液补齐缺口 然后双鲜倒在蛋饼上面 周围撒上多余的蛋液 然后双鲜上面再给它布上一层蛋液 OK翻滚吧小伙伴 哇好一个无情大分手 此时此刻只见流入沉着冷静 分手持锅再来一个 佳人和李挤双鲜夹于双层蛋饼中间 然后倒入肉烧备用 锅中继续下葱花蒜片 挤入少许冬菇一匹盐增现提味上色 小火爆香炒出调料的香味之后 一勺凉水清洁而下 然后咱们再给锅中汤汁调味 少许盐鸡粉即可 再挤入少许老抽调调色 调料翻拌均匀之后 鸡蛋饼直接下锅 此时开中小火将鸡蛋位置一两分钟 先出了翻转锅去表面防止糊底 就让刘哥给做了个鸡蛋饼啊 早知道我给你操作了 这啥菜啊 这么跟你说啊兄弟 就是这个菜流行的时候啊 还没有它呢 一分钟锅后开中火生吃 汤汁变得浓稠开始勾芡 水淀粉均匀的淋在锅边之后 淋上料油 一道老菜即可出锅 看看出品如何 小生锅过得去 老花必须领点锅 给兄弟菜好了 哎呀师傅你可算来了 你再不来 我都好酒都喝完了 嗯不错 就是这个味儿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我喝点 那你公斤不是聪明了 师傅这个菜做的相当不错 这瓶酒你拿走 兄弟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菜真不是我做的 是我们酒店老师不做的 这个菜我也没做过 但是这个酒 我一定给你转给他 行吗 那行那行 刘哥 刚才我跟那小伙子闹了一瓶酒 你拿回家喝吧 嗯 嗯